當前境外疫情持續蔓延 國內多個省市出現本地最雜性疫情 廣州是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防護任務依然十分兼具 近日就提出了暫緩或延期舉辦 多城市人員來稅參加大型活動 我們要積極配合 堅持強化個人防護 堅持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風 用功快等等良好生活習慣 其實很多病菌都會在餐桌上傳播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有吃遺餐的習慣 是存在著一定的健康隱患的 接下來就跟著我們的節目去看一下 餐桌上究竟會有多少看不見的細菌呢 實際上最浪漫的事情 不過與有菜同吃、有湯同喝 不分你我 才怪 再怎麼吃下去的後果 只能有菌同吃、有病同德、有難同單啊 真不是在忽悠您 去年國家副食品治檢中心曾就使用功快情況 分別對菜品進行菌落檢測 結果顯示 如果不使用功快 食物上的菌落最高可增加909倍 沒錯 不是9倍 是909倍 這下可不僅僅是新冠病毒啊 這肝炎病毒 幽門羅幹菌等等的微生物們都會在飯桌上的菜裡成名張手 我就問您這菜你還吃得下嗎 就拿臭名昭著的網紅菌 幽門羅幹菌來說它是被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的一類致癌因子 不怕胃酸的唯一能在人體胃內長期存活的細菌啊 而人類是幽門羅幹菌唯一的傳染源 傳播途徑是消化道 主要是通過口口傳播 比如說共餐 接吻 共用餐具 牙具 洗漱用品等等 都能傳播幽門羅幹菌 當然也可以通過飯口傳播了 也就是辯後不洗手 由於我國有近8億人感染了幽門羅幹菌 說不定您在餐桌上還不止因為被感染者呢 雖然有專家說偶然和被感染者共猜疑似 感染的機率並不大 但多次呢 或者一桌上好幾個人都是感染者呢 那他就不太保險了 還是那句 使用工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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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離飯桌上的病菌吧 使用工筷 為了家人更健康地生活 是時候作出一些簡單的小改變 8月19日是第四個中國醫師節 今年的主題是 白研華丹同中共醫者擔當前初心 經過今次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都意識到 提高全民免疫力 和醫學科普知識的重要性 在這個特殊的節日 我們健康生活家 聯合廣東省人民醫院 推出各科室大卡專家 聯合科普專題策劃 踐行醫者初心 為大家的健康 保駕護航 8月19日 是第四個中國醫師節 今年的主題是 百年華丹同祝夢 醫者擔當前初心 百年來 一代代醫務工作者 在他們的崗位上 踐行初心使命 為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2021年廣州疫情反彈 疫情防控考驗著整座城市 牽手系一線的醫護人員 日以繼夜和病毒賽跑 守住了廣州的抗疫防線 疫情防控常態化 令大家意識到 提高全民免疫力 和醫學科普知識的重要性 所以在這個特殊的節日 由廣東省人民醫院 各科室組成的主任專家團 為大家分享 每個科室最重要的健康小科譜 大家好 我是廣東省人民醫院 精神衛生中心的甲夫君 失眠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 睡眠的問題在社會上也非常普遍 但是到一定的程度 可能就是失眠症了 睡不好 每個週超過三天以上 持續了一段時間 超過一個月 甚至三個月 這可能就是失眠症了 那麼失眠症呢 一定要及早的干預 要到醫院 到睡眠科 到心理精神科來就診 及早的干預呢 可以防止急性的睡眠 演變為慢性的失眠 我是廣東省人民醫院 耳鼻腔戶科 頭頸外科的葛平江大夫 我從事的這個最主要的一個專業呢 就是這個嗓音醫學 07年回國以後呢 一直在國內推動我們的 嗓音醫學的一個進步 為大家提出的建議就是 盡量減少這個酸性隕食 對我們的嗓音的影響 減少抽菸 減少飲酒 減少含毀腸腸的習慣 平時呢 我們可以通過練習一下 膚式呼吸 可以通過吹吸管 以及通過我們的打督露 這些方式呢 對我們的聲帶進行一個按摩 同時呢 在我們的嗓音出現問題的時候 盡量減少發音 減少我們聲帶的這個工作複合 這樣呢 有利於我們的聲帶呢 健康的使用 我是來自廣東省人面 聖內科的梁欣林 那麼我呼籲當有以下這些危險因素的時候 請我們廣大的病友 包括請我們廣大的百姓 一定要注意如何去規避這些危險因素 保護我們的腎臟 比如說高血壓 糖尿病 高尿酸血症 痛風 高脂血症 冠心病 肥胖 體重嚴重超標準 不運動 長期喝飲料 同時不正規地服用中炒藥 然後包括我們一些喜歡重口味 喜歡老火亮湯 喜歡天天火鍋的這些習慣 都是它的一些危險因素 那麼隨著我們的年齡增長 我們說了腎臟它也會有一個生理性的功能的摔透 因此當我們超過45歲以後 我們應該合理地進行定期的體檢 來關心我們的腎臟 來保護我們的腎臟 大家好 我是廣東省人民醫院眼科的曹丹醫生 我們的眼睛就是我們心靈的窗口 那麼每年一次的定期的檢查 做我們的視力 眼壓 裂隙燈以及眼底的檢查 能夠幫我們預防很多的眼科疾病 比如說青光眼 只有我們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控制好疾病 才能夠做到視野不丟 生活無憂 健康不是第一 而是唯一 對於醫護人員來說 患者的健康就是他們最大的禮物 我們健康生活家將繼續跟白基天使們 一起守護大家的健康 致敬所有醫護人員 感謝你們的付出 歡迎回來由良恩堂東床下草 專賣罐名播出的健康生活家 生活當中難免會有點碰碰撞撞 日常發生一些小意外 是在所難免的正常現象 所以學會一些實用急救的小常識 對自己 對家人 或者對身邊的朋友來說 都非常之有幫助 譬如說雖然現在已經立秋了 但是廣東的天氣依然炎熱多餘 蛇蟲鼠蟻依然很活躍 所以街坊門還是不可以大意 如果生活當中一個不小心 被一些不知名的昆蟲針親 我們應該怎樣科學處理呢 而開門口的家庭應急小藥商 又應該有哪些必備的藥品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廣州醫科大學 附屬第一醫院急診科的專家 來為大家講解 如果被不知名的昆蟲針倒 怎麼算好啊 在我們祖國大部分地區 其實除了一些個別幾類的 一些吸血性的 傳染性的 致命性的 一些昆蟲咬傷之外 那麼絕大部分 即使是蜘蛛啊 蝦子啊 蜈蚣啊 等等這些咬傷啊 都不會對人造成一個致命的影響 除非你是一個過敏性體質 如果一個不小心 被不知名的蟲仔 昆蟲咬傷 將醫生教大家要記住一個口訣 一看二判 一看就是 先要用二十分鐘觀察傷口 如果只是起泡 破皮 這些輕傷就不需要特別關注 只需要擦一些 例如說百多邦這樣的消炎膏就行了 而判就是在接下來的二十四個小時裏面 觀察身體有沒有嚴重的中毒表現 如果有就要儘快去醫院就醫了 如果是被蜂蕾針倒 掌握四步處理 不用慌 蜂它遮了人之後 它通常是會把那個維蒸留在皮膚上面 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注意 要用一個栗子或者是加錢把它加出來 加完之後可以輕輕在那個傷口的表面 就是擠一下這個毒血出來 然後大量的薪水沖洗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中核封毒 而對於中和封毒就要注意了 原來還有區分鹼性和酸性的講究 蜜蜂告訴大家 它的那個毒性是呈那個酸性的 所以我們判斷它是蜜蜂遮傷的話 我們就要使用一個弱鹼液 去進行傷口的塗抹中和這個毒素 比如說肥皂水 狂蜂 其實狂蜂又叫做馬蜂或者是蠱蜂 它的補液是呈鹼性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用一些醋酸 又或者是使用醋 塗在山口的表面進行一個中核 那如果這個時候我們沒有醋酸 或者是使用醋怎麼辦呢 我們就使用一些那個酸性的一些水果 比如說橘子啊 橙子啊 還有那個檸檬啊 這些含酸性的這個水果的果汁 塗抹在那個山口進行一個中核 被蜂蜂針倒情況可大可小 如果一旦有過敏反應 就要針分奪廟送去醫院救治 以免造成肝腎功能損害而危及生命 以上比蜂蜂針箱的應急技巧 你掌握到沒有呢 張醫生再為大家整理了一下家庭必備的百保小藥箱 可以應付日常應急所用 除了上集提到的保濟丸 黃蓮素 霍香淨氣水等之外 最好還備一個用來處理傷口異物的蜂子 還有不同規格的消毒三個泵帶等 然後風寒風熱兩種感冒藥都是必備的 抗酸藥 譬如鹽酸 雷尼 剃丁等 可以中和胃酸 用來處理胃部不適 還有一些抗菌藥 譬如青梅素類 頭包菌素類 黑藍梅素等等的抗生素類藥物 抗皮膚過敏的藥 譬如泡結藍 止痛藥可以準備兩三種 譬如針對一般疼痛的阿斯匹林 分別得等 另外還有六回素眼藥水 要記住 有些眼藥水的儲存環境是有特殊要求的 需要放入冰箱 對付日常皮膚痕癢 可以備用以髒腦、薄荷為主要成分的外用軟膏 應付外傷的必備藥、酒精、安易點、創可貼等 還有還有千萬不要忘記必不可小的體溫計 最後還要提醒一下 如果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卡 那就要備足自己每日需要用的藥品 家庭常備應急小藥傷 全方位守護家人的健康 現在暑假就快結束了 因為疫情影響 所以各地都為開學做好疫情防控準備 黃東就要求所有私生員工開學前14天 一定要回到居住地 在中高風險地區的私生就要推遲上校 經過了整個暑假的日對夜對 可能很多父母都會覺得自己的小朋友 經常都靜不下來 又非常跳脾 好像多動靜一樣 但是多動不一定是多動靜 聽聽專家怎麼說 一個多動的小朋友 在家長的眼中可能是這樣的 我們要去評估他智力怎麼樣 學習能力怎麼樣 運動發育水平 行為怎麼樣 如果統統都是好的 只是動一動的 說不定這個人是奇才 他是非常聰明的人 多動可能是奇才 多動不等於多動靜 今天我們請來南方醫科大學 珠江醫院 醫科中心小儀神經康復科 副主任醫師方素珍 為大家揭曉一下多動靜的真相 什麼是多動靜呢 老百姓口中的多動靜 其實準確地講應該叫多動注意力缺陷 他又有多動又有注意力缺陷 同時這樣的孩子可能會有攻擊行為 所以攻擊行為也成為了他的重要的臨床表現 但是有些小孩 天生就是靈犀活潑好動 那父母怎樣可以初步判斷 他們是不是多動靜 任何一個孩子都有生理性的多動 他的發展過程中 他一定要經歷過動 如果這個孩子不動糟糕了 所以我情願他動 動比不動要好 但是命理性多動的話呢 這個孩子他是漫無目的的動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動什麼 碰到什麼玩什麼 活奔亂跳的動是簡單的重複 一樣他做高級的事情 比如說讓他站一站 一個腳給我站 他就可能站不起來 讓他去跳 他可能一個腳跳得很乖 他甚至用了一些 這個身體怎麼動不起來 他會動不得於動得好 多動和多動症有本質的區別 具體還需要專業醫生的評估 家長千萬不要隨便幫小孩戴上了多動症的帽子 那有些小朋友為何會幻想多動症呢 我們繼續了解一下 多動症其實在70%左右 他是有基因的 有基因的問題的 也是指嚴格的多動症的孩子 就是爺爺有爸爸有孩子有 而且呢因為男性兩倍與女性 全世界都是這樣 第二個呢是有的會有環境的因素 比如主動的抽菸和被動的抽菸 尼固丁的作用 還有飾酒酒精的作用 還有家庭的環境 夫妻吵架 這樣的這些對他造成很不良的 成長中的惡性的刺激等等 而且有了iPad電視產品之類的 孩子運動少了 得不到大腦的發育了 方教授還提到 懷孕期和遺產期出現的 遺帶前頸等等的狀況 都會導致胎兒 嬰兒大腦損傷 而患上了多動症 所以人媽媽都要小心 那麼小朋友患上了多動症 應該怎樣干預呢 任何一個孩子的多動 背後都有他的發病機制 我希望我們的專業人員 從機制上去理解和幫助他們 也不是在停留在表面上 給予了藥物 或者是一些懲罰 給藥物的治療 只是好像你沒錢 我借給你錢 如果我們去幫助孩子 解決掉缺陷 提高到他的基礎能力 他自己就有能力去掙錢了嗎 所以我們做康復 就是要通過這樣的一些活動 這些活動是具有治療性的活動 甚至是小組的遊戲 讓你在小組裡面知道了 互幫互助 知道了社交的技能 除了專業康復治療 家庭環境和社會教育 對兒童多動症的發展 也都有很大的影響 早發現 早干預 多理解 多肯定 守護兒童健康 需要我們的共同努力 小朋友天性活潑 對他們 各位家長 一定要多點耐心 多點賠款 現在就剛剛立了秋 但是秋二立 暑難燒 清熱燒暑要繼續 不過對於鹽下又有所變化 為秋季進補做好準備 很多人都會選擇支補品 會考慮東蟲下草 但是市場上的東蟲下草 品質良有不齊 我們應該怎樣挑選好呢 接著我們節目 用來自然戰賽的 展確 教育 請你們 事護生 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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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挖澡轮合作社前底色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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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时间要高了 我们下期同有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